经常的行李输送带也能够闹出大乌龙 有一个第一次搭飞机要出国的女乘客 把托运行李的输送带误认成为登机的入口 托运完行李之后 她就直接踩上这个正在运行中的输送带 结果当场就摔个四脚朝天 幸好地勤人员非常的精紧 及时按下了暂停钮 女乘客才没有受伤 另外还有一名旅客跟着行李一起爬上输送带 进入X光机检查 而这些荒唐的事情也让人哭笑不得 这名女乘客check-in完之后 拎着大包小包 从机场柜台直接走上托运行李的输送带 让地勤人员当场傻眼 还来不及制止她 她就已经跌个四脚朝天 这个女乘客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机场 第一次搭飞机又出国 但她把行李输送带误认成登机入口 拨运完行李后把自己也送上输送带 一个重心不稳跌坐在地 地勤人员见状后赶紧按下输送带的暂停钮 女乘客才没有被送进行李货舱 这个女乘客的行径令人哭笑不得 但还有更夸张的 躺在输送带上玩耍不可取 俄罗斯则有一名男旅客在机场通关时 把行李放进X光机检查后 自己也跟着爬上输送带接受扫描 另外巴基斯坦的机场也有惊人之举 这名男乘客原本手拿提带走过安检门 虽然被工作人员纠正了 但她还是有听没有懂 也跟着行李爬进X光机 让安检人员当场傻眼 看来X光机和输送带的作用 还是有许多人捕萨萨 前期百怪的乌龙事件 也让机场人员大开眼界 谢荣幸编译